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日日醒你选股贴士 还会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美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 开户立本 华金二 各位早晨 昨晚大家都见到美股方面 出现一个整顾 由历史各位开始回落 美股三大指数低售 导致收报3108点 跌89点 跌0.2% 标普500 收报3799点 跌25点 跌0.6% 纳指收报13000 36点 跌165点 跌1.2% 其实你看看三大指数 昨晚就开始在高位 刚刚有一个整顾 你说会不会引来什么危机 暂时 其实就是第一天的跌 当然是有待观察 所以其实继续都是 看回过股的情况 去部署 去部署 其实昨天就应该都没有 太过建议 特别建议买货 例如特别一些 看到一些光复 这些就应该这几天都不买了 其实美股昨晚的光复 都有开始一个调整 但是你说如果是 想着有持货能力 可以放在这里 其实就 你未完全是说跌穿过上升货 其实这些光复股份 仍然都是一个 升势里面 不过短线升得多 就有一些调整 所以就 都不要买了 你看到其实现在 譬如这个纳指的走势 其实你可以看回 短线来说的话 有一个12500 这些位置 其实都没有穿 就仍然是一个 还有很多位可以看的情况 只是第一天的调整 如果你说 看回其实很多的个股都是 昨天一些强势股份 都会出现一些 汇涛 这里12500 左右 纳指这里就是 如果你说 期货会有着更多的波动 如果你说昨晚 是跌什么呢 其中一个 其实之前大家会看 为什么股可以不断上升 比特币又狂上升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美汇 是非常疲弱的 你对比 等于你的钱 越不值钱的时候 你的资产就会越来越值钱 还有资金都会 开始其实是 之前应该说 一直涌向资产 例如股 债 或者匯都会有 就是涌向其他货币 以及金 以及比特币 看到昨晚 这里都可以看看 一个 美汇 看看这个 能否按出来 其实美汇的走势图 就是由低位 开始一个 很明显的回 算了 我不按 图 大家自己看 总之 其实美汇 昨晚 已经连日反弹 昨天 已经重上了 90 变了相对上 会是 对一些 资产来说 比如比特币 比特币都大跌 昨天一度大跌 两成 不过都有一些反弹 股市 都是会是一个 相对是 等于你的 货币 就贵了 你那个 你那个 你 假设你当它 一个货品 都是一样 这样计划 美汇 但其实对股市 就是一个 比较利淡的 情况出现 以及 亦都是 其实 升了很多 出现 等于你说美汇 其实大家都 很多人看淡 是不是 会一直跌 都会有技术反弹 所以 其实股市 也是 你看到 纳指 那么强 都是一个 技术上 出现的调整 亦都很正常 不会 天天 这样升 有点 叫救命 待会看看 第二次就回答问题 继续看回现在 港股 亦都开出了 昨天美股跌 港股 今天亦都是低开 低开13点 开步27,894 昨天 你会看到 昨天已经 冲到上去很高 站了上去28,000以上 再已经是美市 昨天午后 就回落了一点 所以 今天再继续下 亦都是正常 如果你说港股最短线 看什么支持位 短线可以看过27,500 预计 都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暂时看 如果你说 怎样才知 觉得要担心 不是正常调整 恒指 看27,500 暂时还未试到 这个位置 看看会不会 其实是要试 今天会不会有机会 一些外围 重磅的业绩 其实 这个星期都有 有 台积电公布业绩 星期四 星期五 有三间银行 包括有 JP Morgan Wells Fargo 和City 在星期五的美股盘前 就会公布业绩 都会影响着 各个大市 如果你说港股 现在 其实看到北水 这期是很大举的 掃货 除了因为美股 一些美国的制裁 令到有些 比如中移栋 这些癌菇 北水就涌过来买之外 其实也是因为 市在上年年底 就很好 港股也冲破了27000 是比较多的资金会在追货 正买入 星期一来说 正买入194.86亿 打破了去年三月股灾时 有大量资金涌入 捞底的记录 星期四都多了 即是154亿 正买入 其实一直都是连续很多 北水买入 其实已经是上周 是连续5天 正买入 是月8亿 现在北水持股比重超过三成的有20只 第一位就是1772禁锋利业 禁锋利业有占52%都是北水 股价就去年升了超过4倍 看回现在的走势 这里其实来不来 大家都会问一下 大家有3993 3993有点问 这两只其实都是电动车 相关的资源股份 很多北水去买入 如果你看着它的排盘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太多人沽货 变了就很容易掃上 升幅也都比较夸张 还有现在电动车是一个不重要的主题 大家都已经是除了刷车 也已经刷到资源股 如果你说现在的禁锋利业 究竟要不要走 或者是还是买呢 都是继续看位 其实暂时完全是可守 如果有货 看着100.2 这里做一个止赚和止蚀的位置 没有货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参考 就是等10天线的时候买 过往其实它都是扶着10天线上 所以这位置都有支持 所以这个是可以看看 现在变了其实那位是 真的有明显的沽颜的 禁锋利业这几天 但是就 可以未必那么快去走 继续关注100.1 100.2 做个止赚的位置 因为没有货的话 可以看看情况才进入 接着还有刚才的3993 也是另一只电动车相关的资源股 昨天就大阴烛的 买入的话 Doris我想买入 买入其实等等先 虽然你见它 你看一下一会开市的情况 这个其实你也是可以参考到 它的10天线 但是就未必碰到10天线 就马上买入 你宁愿等它 因为其实都升了很多 你宁愿等它见到 这个位置 就是试到再有买力 再会上的时候 你才去追入 就宁愿买贵一点 但是就 稳阵一点 你之后 直接可以用到这个位置 来做止蝕位 止蝕位 都可以接受 所以就宁愿去看看 一会儿的情况 才去买入 现在就恒指开出了 因为跌越多 跌着98点 报27,804点 成交额榜上 光复股都继续有回调 信而光能跌1% 网易之前创新高 都跌3% 反而中心就弹了 我们就去一去广告 好 我们稍后就回来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 现在就是恒生指数 跌幅开始 然后在缩窄 刚刚就在转升 暂时跌8点 报27,898点 看看成交额榜上 刚才一些股份跌的 譬如信而光能 都转升了 比亚迪亦跌幅宿宅 大家就不要太快去 即刻开始即刻震走 可以看定一些 还有 其实很多时候 我想即使你说 早上 因为我自己习惯下午才操作 即使你早上会操作 有时可能追到 低一点的价位追的话 其实可以在 起码都看15分钟 现在可以看看中芯 中芯是在升2.5% 报25.9% 其实他昨天在美国的 场外禁令 消息都消化了 在场外交易 都可以再复牌了 现在最新 都有大行调高它的评级 将中芯的 高盛就说 中芯 这个8寸晶圆和40-90nm的12寸晶圆 售价单价预测会提升 反映供应的产能供应紧张 预计本地客户需求强劲 价格上升 就是因为 产品组合改善和产能利用率提升等等 相信平均售价会提升 估计中芯 8寸方面的产能利用率 将会达到95% 其实 大家都知道 它相对产能上 科技的水平 比外围的一些 龙头的同业 比较落后一些 但是 其实这些 就不是无需 譬如华雄 其实你 对比 生产到几纳米的进程 其实华雄比较弱 但其实中芯 就有它重要的地位 现在 其实它之前跌很主要就是美国的制裁 现在很多这些华雄消息出了来 其实看到 在 低位弹上来的时候 其实有北水捞货 所以你说可以看 现在 看着25元这个位置 其实站稳了 如果是考虑买入短炒的话 预计25元做一个止蚀位 其实可以考虑 还有特别沉 收市位就是 25.3 可以用收市算 25元作为一个分水嶺 看看 如果是买的 就这样 布置 看看开市之后 是不是继续买款 追赏 接着就看到909 909 Larry就说 是否现价入 Jacob就是有货 是不是要走 50元有货 现价就48 跌0.7% 其实这一只 如果你说要入 虽然今天低位有承接 但我一向都不追求要去捞底 但是有货 其实就绝对可以拿着 因为你原本买 应该都是定这里 其实是一个支持位 在 它就是 大约近45 46.45 这里就其实是你的止蚀位 所以其实站在这个位置以上 都可以去继续持有 亦都是 就预计了它是会有一些 波动 这里其实都 你想想这天 这样冲上去 其实都下来 这里其实都预计了要等下 需要等它整股一下 才可以是法力再上 这样就可以继续持有住 1057 可不可以买的 浙江世宝 Sara 还可不可以上网 上网就可以 但如果你说买来说 其实就 自己要预计它 现在市值只有4亿 是一个 小价的类型 你可以先看了 两个月 有货 两个月 现在是 站稳了两个月才再看上 现在都很快就到 现在两个一毫一 止蚀或止赞位 可以放在1.77 这个其实部署都很清晰 如果你说 预计了这些 比较市值小的股份 是有这个风险 其实甚至可以考虑 但是 这些类型 就不可以说是 放在长渣 如果它真是 回穿1.77 就要去走 看下 Karen这么多 都出大阴 是不是散水 什么位要止赞 是吗 3998 看看这些 怎样大阴 先看 3998 昨天阴缘 今天都站稳 在十天线 都还可以 266 中院海法 其实今天都上回 都可以 1368 特别要去考虑 不过 今天低位 有乘折 估且可以多看一会儿 这个可以看 3.82 这里短线有个支持位置 昨天都已经穿了 今天究竟上不上一番 你就看看情况 现在其实有些机会的 你见它今天虚跌到这么低 有买盘买回来 其实都可以多看它半天才再决定 这三只都不是很急需要走 其实可以继续持有 然后3339 Simon 就说有货的中国农工 这个其实 你见它昨天虽然比较高位 有些中高有些菇牙 但其实现在都可以先拿着 前几天裂口高开2.64 那看回 前顶就是8月26号 这里2.63 其实突破了 那你可以用 短线来说 不如用2.64 来做一个 纸洩或者纸赚的位置 如果你问得 未必打算放这么长 打算短炒 会担心的时候 那就看着2.64 这个位置 接着就是1907 1907 中国育养 大家问近期的比较 有些没有那么热门 1907 3.64 有货怎么看 现在3.43 和利米压位差不多 他前几天这样爆上 所以这些时候 如果爆上这些股份 你就等他之后那天才追 可以用3.34 来做止蚀位 收穿3.34 才说要走 follet 可以继续 981 问Fionna ios ce 981现价入会不会是可以上28至30呢 你看一下现在升幅就缩窄了一点 升1.7%至25.75% 如果你现在现价入 其实你不可以只是想会不会上多少 其实你看着这里 如果你现在买它突破到这个 因为你25元是它被美国制裁之后 跌下来的反弹关口 因为现在站了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着 如果今天下午还有买盘支持 也升穿到今天高位26.5% 你可以考虑买入升穿到26.5% 然后你就用25元做止涉位 相对风险都可以控制 想到风险是有多少 然后你说可以上网的 如果真的要摆位 其实是有上网空间的 可以看32.75元 是8月的高位 因为它自从在被美国制裁之后 跌下来很多 而其实你想想 连说没有ASML港客机的消息都出了 也都被制裁名单那些也出了 其实都出了很多坏消息 而最近看到有些资金挠货 不过这有一个风险就是 始终你由40元这样跌下来 其实上面是很多鞋货 变了不算是一只强势的股份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要抠的 始终突破到25元可以去留意一下 然后就是 981海上有多少 也是一样 是的 车股全部跌了 现在不知滑了问题去哪里 刚才还有一些问题在看 看哪里好呢 2013和175 不如看 2013近期都升很多 L空就说13元有5000股 那需要不需要走 这个就是超级强 真的完全不用走 你说最短线要看指赚位的话 都可以考虑今天低位 17.52 如果你想短线吃一吃 这个17.50 其实都不酸的话 都不需要去吃 留意着这个位置 这个只不过很短线的位置 其实它现在在高位 开始有机会强势一下 因为12月底到1月头 其实就冲得比较厉害 但是你见今天 你见车股都捱沽了 那你想想它还可以这样 这样开到一个月底 如果让人捱上来 低位都有人买货 很强劲 这个就不用走 175的话 这个其实就 昨天应该有说过 因为它前日升了两成 昨天大家也都知道 和八度合作的不是上市的吉利 是吉利的母公司 这个很多时候都出现的 其实就是在过往 很多时候 譬如吉利 大家都知道 它持有VOLVO 亦都有和大武辣的股份 但是这些 其实很多时候 就不是放在上市的吉利里面 没有和股东分享 这个譬如今次和八度合作 亦都是 不是上市吉利那边 是吉利的母企 是上市吉利的母企 吉利控股 和浙江吉利 通常是这两间 这个就要去关注 会否过度反映了这个消息 当然 吉利的母企 和八度合作 开发智能电动车的话 对于上市吉利 其实都会有机会 有利好到它的 吉利法公共 将来不排除寻求合作 但即使没有正式去寻求合作 其实大家会共用一些 比如研发资源 厂房等等 其实上市吉利是有机会 有一些技术上 能够有些优势 将来如果相关的 譬如上市吉利这边出车的时候 会否有机会 用到一些之前和八度合作过的 相关的设施 科技等等 有些优势 都会有的 但始终它前日 应该是1月8日 一单日升了两成 其实是一个短线超卖的情况 升得过急 所以有调整也是很正常 你可以看回 因为如果你看一些销售的情况 业绩各样 我未必会选择它 但其实它比较多这些炒作消息 去刺激到股价 你可以看着 其实昨天也有说 昨天说 那个小池图的指赞位 其实就穿了 就是32.3 这里 其实这个位置短线来说 可以指赞的 应该是 应该节目有说 如果这样的话 你说现在要不要走呢 我都会觉得其实两年 不妨吃一吃 先之后再去买过 短线的部署上 当然你可以慢慢坐下 坐就 预料它有机会回调 回调到十天线 都不是一个过分的程度 十天线现在就在27.9 因为短线真的升得比较急 其实车股整版都是 吉利还要是单日升了两成 那么夸张一点 不如看完 最后看下车股 其实除了吉利之外 吉利就跌3% 几只车股 都有一个明显的跌 包括之前有说过 港股里面的车股 其实首选比亚迪和长期 比亚迪昨天出了好消息 不过大家应该都看了消息 说一下究竟 报处上如何 Baby就说有call 要不要走 call就走 call应该是赚钱的 如果call你看着昨天的低位 249圈 现在就好走 你可以用回 究竟今天会不会已经跌够了 市场上回来 但始终你看着小事图 就穿了上升轨 call比较适宜 是快些 2333也是call 正股的话 正股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拿着 两只都是 2333也是 正股可以拿着 正股可以拿着 现在就 台始高位有个回落 其实是call 要出入快些 Lily说 入不入 入的话你可以先等一等 始终你想想 大家有货到担心的时候 没有货 你看着 现在 因为正常都是 跌到这些位置 很多人会骂 有一个 究竟马力大 还是沽压大 適宜沽望下 都不需要这么快进入 入就下午再看 其实有货 你看到 譬如长期今天 最低到$200 都有承接 正股可以继续持有 call 都是波动大 可以走出入得快些 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就中午11点45分 再和大家看事 拜拜